人行道上一大塊坑洞 旁邊磚頭陷落 這洞是人踩出來的 當事人是清潔工班 二十幾歲的年輕男子 如果有一個兒童 掉落六十公分以上深度的坑洞 那可能是非常危險的 工作人員實際拿兩尺測量 坑洞深達六十公分 高過成人膝蓋 一邊會看 發現旁邊還有另一個更深的 那第二個坑洞深度就更深了 它有一百一十公分 是比較小而深 人行道坑洞害衰 就發生在台中長春運動中心前 疫情期間不開放民眾入內健身 只有工作人員幫忙量體溫 維持環境 二十多歲正信工班 發現地怪怪的一踩掉進去 造成腿部擦傷 大的長度大概一百六十公分 寬九十三公分 深度有六十公分 傷勢的部分 其實就是一些些皮外傷 我們同仁趕快把它拉起來 台中新工處會看後 整理出兩個方向 第一有可能是地基不穩坍塌 踩空掉下去 第二可能是污水管浅頓工程 造成陷落 目前先把出事地點圍起來 等人來補 TVBS新聞將軍的許有想愛 曾經小組台中創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